第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威武之时,文明之时,和平之时,是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是台独分裂势力的大克星。 解放军开展有关演训活动是针对极少数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绝对不是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第二点,台湾同胞是我们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我们永远也不会把台湾同胞当成敌人。